好 欢迎回来 大骑士战的八强战 另外一场对局是 孤子豪对阵同梦城 没错 这盘棋也是焦点之战 对 也是奇迷朋友投票出来的一个 另外一盘对局 就是孤子豪感觉 就是不是大家肯定很输了 但是同梦城的话可能是不是 虽然民企很大了 但是就相较于可能咱们之前三位的话 没有那么耳熟能详 对对对 但是就是他真的实力 是非常有实力的名习手 而且就国内的成绩也是非常稳定 虽然在国际上的话 还没有一个特别初出的一个表现 没有一个突破 对 我们现在看到的左手边就是同梦城 对 这个是孤子豪 孤子豪最近的势头特别猛 对 因为我看新闻里说是 柯杰说他状态爆棚 对 其实我觉得 孤子豪应该是咱们今年就是 其实最近我也在做讲解嘛 就是那个写齐评啊 就是也说 孤子豪今年今年已经拿了四个冠军 就是几乎其实就是中国的第一人 今年啊 四个冠军 对 就是一个国内赛事 国内全部是国内赛事 对对对 一个三个国内一个国际的对抗 双边对抗 哇 那这个战绩是相当的厉害 难怪说状态爆棚 他是夺得了天元赛 然后阿汉铜山杯和阿汉铜山杯的中日优胜 还有龙兴战 那目前孤子豪的就是最新等级分是排名在 第二位 还是在课节之后 对对 但是已经快要追上课节了 快要超越了 就是所以说状态爆棚啊 确实状态爆棚 好 我们一起来进入棋局 童梦成是黑棋 不死豪是白棋 我们看一下 童梦成的话 其实他的棋 他人称童老 对人称童老 虽然说人家一点也不老 但是围棋界就有这么一个 童梦成应该算是新生代吧 他年纪是在 是00后呢 还是95后 好像 应该说是 不是95后 不是95后 对 已经算是老将了 是老将了 已经算是老将了 95年之前 95年之前 但肯定是90后 肯定是90后 那类似像大气晚成的感觉 就是他最近这几年 站得特别好 就是他一直就是一个 稳步上升的一个状态吧 我感觉就是 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 但是就一直在 等级分也很高 就是联赛中成绩也很稳定 就是在国际赛场上 没有特别亮眼的一个表现 对 可能他 他参加国际赛事的机会 也不是很多 应该就是 对 好 那这盘棋也是 势均力敌的一场较量 势均力敌吗 更好谁吗 老师 这个棋 我觉得 就 就目前 不说 状态来说 是吧 从状态上来说 孤子豪真的是 现在 有点 真的是有点 人党杀人的感觉 就是 那就是更看好 孤子豪 对 对 虽然说 同梦城在前面就是 当然就咱们知道 这个大骑士杯的话 他32名棋手 他等于现在杀到八强的话 其实已经连胜两局了 是 那么这两局的含金量 就是说 大家肯定也是 是 就前二三十二 这个任何一名棋手 到了世界赛场 都是一个 一把好手 所以说 只要能杀到现在这个位置 对 那实力 可见一斑 对 之前说 中国棋手的厚度 非常的强大 就世界冠军的排名 就等级分 前30 就很多世界冠军 是不是 对 你想嘛 杨德老师 你看我就只能在这讲 那就证明这个比赛 它的产机量还是很高的 明年 王老师期待你的表现 希望明天站在那里 讲王老师的期 上次已经跟王愿老师 说过这个问题 我 我当时就跟他请教的 他说 这比赛前31名 加上一个外卡 我说 我现在第40 那也距离不远 但是 确实也没有办法下 那还有一年的时间 明年 明年充饥一下 反正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说起来 这个都是累 这个我已经 一年 快一年没有下过比赛了 那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 反正说起来 没有那么多比赛可以下 不 这个比赛 今年的规则是 前31名 抖几分 加一个外卡 对 但是 如果从明年开始 我看 新闻上是这么报道的 就如果 这个疫情的关系 是疫情关系而定 如果 就是疫情的影响 如果说明年 疫情有缓和的话 他这个参赛人数会扩大 那我还是有机会 是的 希望我也有机会参加 这个大骑士 黄老师肯定没有问题了 就是 同梦城的话 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就是 孤子豪 大家都知道力量很大 对吧 力量非常大的 一名棋手 然后计算力超级强 就是唯一 可能 我评论他 唯一的 有可能弱点 就是骑有的时候 会稍微缓一点 效率没有那么好 可能是 古老师的一个 唯一的可能一个 掌握不好的一个地方 那么 同梦城的话 就特别明显 就是特别皮实 然后喜欢实地 就很均衡的 对 就是反正 超级快实地 然后就是 很皮实 很少与别人发生战斗 那这两位 棋手的骑 下起来的话 还挺有看点的 就看谁能制约谁 对 是吧 是 实战 其实从这布局上来 我们也能看到 就是黑棋等于 先下凑小木 然后先老两个脚 就是说 然后紧接着 又是一个三三 就是这是一个很明 很就是说 很同老的棋 对 就很他风格的棋 对 然后白棋是长 对 就这个棋 这个长的话呢 就是我们看到 AI给予这个地方的一个 就是理解的话 其实长 斑 其实都是可以考虑的 长和斑 就斑了连斑 吃这个角 然后吃掉这个角 吃这个角 吃这个角 和这个实战的话 郭老师的这个场 其实对AI来说 其实两个 就是说胜率几乎没有差别 是在就是这个四分之一棋盘 只看这个角 还是说跟旁边 就是现在这样的局面 就这样的局面下 这样的局面下 就差不多 对 几乎差不多 就是当你没有这个 如果这什么都没有 那白棋这样下一定是亏的 因为黑棋的配合太好了 对 现在是完全是因为 黑棋这里跳出来以后 这条边的价值就不大 那么白棋它可以这样选 但是这样选 它就落后手 就是因为这半边的布局套路 就是比较常见 是吗 就是这半边的搭配 就是也不能说特别常见 因为现在下这个的 其实不多了 不多了 但还是因为是同老 他比较喜欢实地 他才会这样选择 这样下的话 感觉上白棋还是比较好下 但好没有好 就是好下 那这个大跳是酷爱实地 能掌握的吗 我觉得这个特别空 就是你当然你实在是 你就算再喜欢实地 你也不能就是 下小微手脚 就是说捞得过于的偏激了 因为小微手脚的话 它可能会被白棋兼兼兼兼兼 对 这样的话局部来说 可能就已经要亏一点 白棋 黑棋 所以说它走在这 它毕竟其实还是手脚的 是 那么实战 我们可以看 就姑子豪 我觉得如果说换一个黑白 彤老如果加这个白棋 我认为他就把这个搬回来搬了 就吃了 重视实地 对 那么现在实战 就是郭老师他就选择长 就是他选择的更多是走在外面 和让棋没有那么快定型 有很多可能性 这是他的棋 所以说为什么AI给的胜率 其实差不多呢 就是 其实他可能 虽然他不能表达 可能他的意思也是说 如果你喜欢平稳的 你就搬 如果你喜欢这样 你就长 就看你自己的风格 其实还是要看自己的风格 愿意吓啥吓啥 所以说 比如说可能这部长 的确可能是蓝点 就是说 人称的就是说最佳选择 最佳 但是他这个其实也不差 所以大家要看的时候 千万不是说 那我觉得只有蓝点 才是最好的 我觉得是适合你自己 才是最好的 我觉得 而且他那个胜率啊 你像就是 他有最佳选择 还有次选 或者次次选 那差的也不是那么多 就一目两目 对 对吧 像这种做选择的时候 其实 还是要根据你个人的 一个喜好 去做选择 就是不能完全 因为他是最佳 所以说 你就盲目的去相信他 还是要下自己适合的棋 实战这个后续的下方 也请王老师 给我们讲一讲啊 因为这个黑棋 选择的是 没有是非 是爬 白继续长 就这里边的 双方的一个 这个 这个手术的交换 嗯 有没有什么 嗯 就是特定的场合 哦 需要下的 这个 白棋 如果下班的话呢 就还原成了 我们熟悉定士 那长的话 这里边 这个变化 什么样的 嗯 嗯 请王老师讲一下 其实杨老师 其实杨老师 肯定是明显是知道的 这个 我对这还蛮困惑的 其实就是说 现在白棋 为什么黑棋没有飞呢 因为我们还是 这个和 就是咱们之前的 维棋理解 是有些相似的 就是感觉 这条边的价值 两个低的头 撞到一起的话 就是说 还是有一点 不太舒服 是 当然就是 现在维棋的理论 和之前 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其实就是 他觉得这样的配合 也不是说不能接受 也不是不能接受 因为只要实地 局部不亏 做还可以 那么实际上 他为什么选择爬呢 爬的一个意图 他是想争先手 他首先 他是想争先手的 因为他觉得 这条边价值不大 他这个飞 必然是后手了 对吧 我爬 如果说你扳 对吧 那么我扳 这个地方 你如果跟着我长 那对吧 那我就黑棋 达到目的了 对不对 我就先手了 对吧 那么你长过来 你一定 你看到这个发展戏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白的长了长 肯定是不好 那么白棋 就不能走了 对吧 那这个局部呢 就放在这 那么放在这的话 比如说黑棋 就白的将来走这个 或者如果说 白的像这种连片 那么黑棋 多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多了一个 从这打出来的选择 我可以打了爬这个 那么是不是 你得长这个 对吧 我一长 然后 比如你得跳这个 然后飞 就是说 就算是这样 黑白棋这里有个字 但这样形成作战以后呢 我们看到黑棋作战完了以后 白棋 它等于把你白棋的潜力给你破了 那么白棋你的子力 其实你的重心还是在这条边 那么你这个子力的 就是你这个价值没有 刚好被这颗子限制住了 所以说呢 就是它保留了一个断打的一个可能 就是它只要有了这个断打 那么白棋想 如果想在这个地方 有一定的作为的话 它就有可能这样打出来 把你破掉 如果飞 那这个地方接下来 黑棋是没有任何借用了 是 它就没有任何借用了 所以说它的意图就是说 你如果搬呢 我就搬 这样的话 我这样的两个交换 我便宜了 我便宜了 因为这企业说实话 如果黑的飞 白棋想不开尖一个 你黑棋也只有挤 你没有别的下法 正常来说 这个局部是长出来最佳 但是由于是长 和你这个头又撞一起了 那么白棋这样 尖完以后 这个扳虎就变成先手了 那白棋这条边 它就会可能比较有发展 就现在这个局部 如果你尖 黑棋也得挤 那它觉得索性我爬 我留着这个打吃 不然我飞一个 将来你没事 你开心了 你不走 你不开心 得煎我一下 我都还是一样的 是 所以说这个飞现在没有 就是它就是爬 如果白的搬 黑的就搬 那就还原了 它多了一个打吃 那白棋 是不是也就只能长 就是说 它其实搬一下 拖鞋也不是不能下 也是可以下的 就是在郑重黑棋的下怀 就是让黑棋反正满意了 让它满意了 然后实战就是它长一个 长一个在局部来说 黑棋还是飞的话 黑棋其实已经稍微便宜一点了 就比如果再 就咱们不看这个 就单看这个局部的话 黑棋比这个单飞出来 是要便宜一点的 因为爬弯一飞 这个地方黑棋的提醒比较完整 就我们看走在这 将来不是白棋各种什么 搬了靠什么尖 就有一堆的手段 现在它多爬一个 这个局部就什么都没了 没有那么多手段 就没什么手段了 就没有办法利用到我了 那么从局部来说 黑棋是可以的 但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 它是个后手 对是个后手 而且这个方向不好 所以说黑棋接着爬 继续爬 继续爬 那么如果说现在 白棋搬 那么黑棋呢 它就脱衔了 就它觉得你这个地方 这个条边的价值就不大了 就不大了 那么就是说 黑棋可能在局部来说 黑棋就白了 可能就再也不走了 那么将来就是黑棋 这个搬起来 其实搬起来 它就跟着搬 就是从AI的角度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它其实你说AI 它不讲道理 它不看配合也不是的 它其实它也知道 这里它不搬 就主要是 就是这颗子 叫三线硬头 对 它旁边的价值 都是不是很大 对 因为这边的定型的原因 是 就这条边已经注定了 它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发展 所以下成这样的话 是一个反正局部的一个定型 当然这个要跟棋手 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就是我如果我是白棋 我这样下 我也没什么把握 因为将来被搬起来 感觉实地还挺多的 黑棋 就黑棋搬这个 对 将来这条边 其实我觉得木术鞋挺多的 就我如果下 我可能真的就会搬来 连麦吃掉脚了 就在这个配合之下 黑棋 白长黑都是爬的 都是爬的 然后再爬出来 对 都是爬了爬 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 后续的套路 没错 如果说什么都没有的话不行 什么都没有的话 白棋一搬 然后你得搬 然后我长 你一爬 那么白的脱鞋了 这样的话交换黑棋就亏了 如果就这条边 价值很大的话 现在是因为没有 不大 所以说白的可能也不会搬 黑的也不走 因为搬的话 白黑的也不会再硬了 实战他走了 是这个 还是搬 是吧 就像刚刚网友说 跟风格有关系 是不是还是 他还是走后 走后一点 就是骨子好像 也是非常喜欢下后的一个棋手 然后黑棋是挂上面 白棋是 大 大飞手脚 就像我们刚刚上盘棋提到的 就是以前的认知 觉得后市旁边 白的发展的方向 所以黑方来说 更多可能想分头 对 现在往这边挂 对 现在就是分头的这部棋 确实下的非常非常少 确实非常非常少 分头是吧 对 就是不论 就是 你不要说现在这一顿后市了 然后这个分头 就是他任何时候 他都很少很少 就是 还是因为AI给的一个理论的关系 和咱们之前是有出入 这是为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棋 我觉得要我下 我还是分头 因为分头好掌握 打对方一分为二 对 小朋友都这么教的 就是我现在下 就无论说你给的 我是不是这个 就我下棋 我还是会这样下 就你的最佳 你可能是挂奖 你可能点三三 但是让我下棋 我觉得我还是会想下的 这样更容易掌握 更容易把握一点 对 我就觉得这样下 对 就是你如果走这 我拆二 拆完了靠压 你要走这个 我就走了 就限制住你 虽然说胜率不见得高 但是像我觉得 我觉得我就喜欢这样下 但是现在就是说实在呢 彤彤城他是选择挂 那就是他肯定对这个 一定他是有研究的 是 就他肯定是一定是有准备的 是 因为这个布局太常见了 太常见了 而且他经常这样下 就是 那他的AI也是 推荐你挂脚 他推荐的挂脚 他推荐的挂脚 那挂脚什么意图呢 就是说 如果说白的小飞呢 可能就是 他一旦小飞了以后 可能这条边的 他的再大发展 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 那么可能黑棋 他也许会拖 也会坚冲 我不太清楚 他接下来是什么 但如果小飞的话 就是将来白棋 如果再拆 可能这个位置不是很好 那么如果跳的话呢 他可能 就是他可能再 反手再逼过来 这样他求个调子 我估计 我猜测 他是这个意图 但是如果白的拆的话呢 他就把脚点了 他继续捞实控 就可能挂脚呢 也是一个 就是说AI 他给出的一个意图吧 当然我觉得 从我来说 我觉得分头也挺好 挺好 也挺好 这个挂也是相当于 把选择前交给了白棋 看白下什么 对 白棋 走哪里黑棋 还有就是 接下来的 对 白棋实战是 大飞手脚 那就是像刚 王老师说的 小飞跳 都有他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走大飞 他有可能 大飞是打破 所有的意图 那大飞的话 这个脚就略显的空一点 可以卸下来 就点三三 挡一个 爬出去 活个脚 对 活个脚 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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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一直都还是艰辛一点 就是一定要下自己喜欢的棋 嗯 就是如果你真的自己不理解的棋 就去学了 其实也不见得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是 嗯 实战事件是这样 飞 然后往外爬 搬一个 搬一个 好 沾上 这个白棋 从我看来啊 我觉得白棋还 我觉得挺壮观的 这儿 但不知道是不是白棋 这飞我觉得第一次见啊 哦 飞这个 我感觉 应该还是姑子豪 有准备 就是 正常的下车的 正常其实第一杆 肯定是接上 沾这个 肯定是接上嘛 嗯 嗯 嗯 沾上的话 因为这里 断点没有比较完整嘛 实战等于它飞 你看然后黑鸡跳 然后呢 它又虎了一个 但是呢 姑子豪 它一定是 它不是说 他肯定不会 不是 它不会这个斩 它肯定会 但是它觉得这样 就算让你跳倒一下 没关系 你这样你多一点 没关系 我认为我飞 然后一个虎 我这样的一个间隔呢 我是 满意的 就对于白棋来说 它是满意的 所以呢 它才会选择飞 再补 它认为这样 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它是 完全可以接受的 就正常 左上角的这个定型 嗯 后续白棋就是 对正常是接受 更多是粘的 对 那结合这半边的话 嗯 就这样整体配合起来 对 它认为是可以满意的 因为这边跳下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 嗯 难受 有点难受的 嗯 跳 然后黑棋是 逼这个 嗯 逼住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现在这样呢 就是还是双方 都达到了自己想要的一个局面 嗯 就是 就是吃鸽子的风格 对 同胞城 反正我就捞实地 捞实地 捞实地 那么 骨子好 我就走后 然后杀你 走后了杀你 走后了杀你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是 嗯 应该还是差不多吧 感觉应该还是差不多 嗯 都是走在了自己的旗路上 那就看后半盘的 后半盘 争夺了 逼这个 逼住 这个的确现在也是 AI的一个 一种思维 就是 我觉得正常来说 第一感 加住你 然后顺便 嗯 分头 感觉是一个第一感 嗯 就为什么这个棋就是 他在逼在这儿 然后被黑棋这样 加住 你的同时 还加强自己 对 这棋为什么是走在这儿 就是说 嗯 从我目前来看 我 我是没有办法去理解 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 顾子好 他走这个 他一定是 自己想了很多 而且是 应该有可能看过 AI有可能 因为这个地方 应该感觉都是 他们比较熟的东西 嗯 其实走在这儿 我应该 还可以吧 走在这儿怕什么呢 我也没没懂 白棋 加的时候 黑的 接下来应该应该在哪呢 对呀 这个局面有点迷茫 对呀 不知道下哪儿比较好 就是 走在这儿的话 是怕什么 他是觉得 就是黑的 是不是从这儿 坚冲出来呢 就是说 坚冲 然后跳一个吗 对 他 是不是觉得 从这儿坚冲出来 顺势 走到他的这个腹地呢 他不是特别满意 走到大本营里 对 那么白棋 他的意图 他逼在这儿 是不是说 他想从这个地方 这一条封锁线 他给他封住 能不能有可能 那封住的话呢 那么他肯定还是满意的 就这样的话 放到这里外来 会不会是他 所担心的 这样因为这里 离得比较远嘛 就是这个地方的发展 也不见得好 我是觉得 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当然第一感还是夹这个了 就走在这儿 这个棋被黑的夹住 就是感觉还 得后面 得看后面的一个下法 是 夹的时候 白棋是上靠 继续上靠 这靠一个 是不是也是将黑棋 加强的 就更加固黑棋了 对 这个但是靠一定是 他逼完以后 这个逼住完以后 你就想好 想好的棋 因为黑棋定的 对 因为黑棋加 还是比较容易想到的 然后黑棋是 扳 长 继续贴 没有 顶一下 顶一下往下跳 跳这个 这个我们看到 同梦城还真的是 喜爱实地 这个跳 再捞一票 再捞一票 疯狂的老母 这个判断不清楚 他不跳的话 可能就是如果说 他从这边黑棋走的话 他觉得也不好走 因为这里有段的原因 他如果一味地往前冲 如果白棋把这个段 捕捉给他搬住 他也不便宜 那他直接冲段的话 可能他觉得 也没有任何把握吧 我觉得 就白的可能就 比如说打了 打了接住 可能黑棋 因为白的这里 还是比较厚 这样作战的话 可能也不见得 有什么把握 所以说他就想 先把这个跳 因为不跳的话 这里白棋 还是有这个 靠的一个手段 靠如果你搬 我搬 对吧 然后你吃 我尝完了 之后接住 然后爬 这样的话 这两个子 可能就 黑棋就交代在外边 那么如果说 你不搬底下 你搬上面 那么它就有一个 搬它有力 就是说可能一下子 白棋整理就安定了 然后黑棋的角地的实力 可能也会有一些损失 所以说他先跳一个 这也是同老的一个 一贯的风格 是 捞住 跳 然后白棋是飞 飞 飞的时候会得贴 哎呀 贴一个 他 姑子豪的意思就是 我就是要封住 你这个地方 就是刚刚刚 王老师那个 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思路 因为如果一旦 被黑的出来的话 黑的又安定了 又出头的话 那么白棋 还不如让他直接 出头不安定 所以就失去 他这个逼住的意思了 他应该就是 要封住黑棋 然后黑棋是 搬 白在连搬 连搬还是很凶 虽然自己 有很大的问题 这连搬完之后 眼见着这边 是有断点的 对 有很大的问题 不怕 这个不怕 但黑棋也来了 又冲了一个 冲完直接断 这里的话 好像黑棋有点问题 黑棋有点问题 好像童老 应该是没有注意到 被白棋搬住了 他没有想到 应该是 我感觉忽略了 因为白棋这里 的确气非常非常紧 他没有想到 这棋你在明显 有问题的情况下 还给我搬住了 但发现 搬住以后 黑棋好像没有 好的办法 那如果打这个 就最俗的这样走 好像会形成 一个转换 但是好像 黑的重甩 转换 让白的把这个断了 黑的打 然后 然后 扒 它的顶 黑的可能 扳一个 白的把这个头 扳住 这样我们看 虽然说局部可能 白棋没有吃太多目 但这 这边 这边已经不是 潜力的 白茅茅一大片 已经不是潜力的问题了 是 应该是实地化了 这个棋不能这样走 不能接受 这个连扳 是非常有力量的一手棋 对 应该是 同老可能忽略了 我觉得 然后实战 单断了 粘上 它就选择搬过了 搬过 搬过白 都不能断转换吗 然后不能 断线可以吃这个 可以吃了打住 暂时没事 暂时没事 然后白的吃这个 吃这个 这个吃 起掉 下成这个样子 白棋达到了 预定的方针 其实 它从这部 这个B柱开始 就已经谋划好了 这一切 显然黑棋大亏啊 这个棋 显然大亏 就黑棋 其实真的 没捞到多少木棋 这里 对 虽然这个脚 那个护住了 但是这里 就没捞到多少 白棋 这一条边 过来 关键这里 白茫茫的一片 黑棋感觉 已经找不到 头绪进去了 主要还是 白棋太厚了 这里 骨子还要下得很好 下下的 这个思路 非常的清楚 本来 以为逼到这个时候 从第一直觉 如果 不太好 刚才王老师说 不解读的话呢 就以为是 更倾向于脚步 和这个实地 脚步的实地 但没想到 人家是 在后面等着呢 对 这里确实 下得很好 但是可能 童老 这部跳 是不是 一步问题 一步问题 他的重心 还是应该出头 但也有可能 他的跳 他没有 他忽略了 白棋帮了 连帮的 这样一个 强硬的手段 的确 我也 我也没有 就是没有感觉到 当他扳了连帮之前 我也没有想到 直接可以扳了连帮过来 下得好 然后黑棋 接下来 接下来是立这个 立单立 这是 很冷静的一手棋 是在继续力量吗 这单立 其实真的好 真的好吗 对啊 这个棋断了 是什么呢 我第一感觉 断了 断了会不会 白棋是这样 有没有可能 就是 推过去 对 一路向北 给你推过来 一路向北 给你推过来 这个棋 好像已经 对黑棒来说 也只能 就让我想到了 有一次 特别有一次 我说这棋 一路向北 推过来 然后给学生们 讲棋的时候 他说老师 那是一路向东 突然让我想起来 思路很敏捷 你在学生 然后这样 一路向东 因为我一路向北 说习惯了嘛 是 然后他说老师 那是一路向东 小朋友思路 非常的敏捷 会不会这样下 这块木树 大概是多少 这样撑起来 真的很壮观 30 46 66 61 71 75 79 89 90 94 这块有100木 还行 我觉得黑系 这样可能 感觉 目测不太行 64 多少 这两块 大概64 74 84 90 98 98 该黑的走 好像不太够 不太够 好像不太够 那压到阵的时候 黑的这个长 就比较长 看来 那被揍下去 你等于没走到东西了 还不是不断 对 还不是不断 就这棋 因为 为什么我就是 第一感是断的 因为断如果白的长 就是黑棋 和那个当初 爬的那个打断出来 它是一个意图 就是我通过作战 我破坏你的一个潜力 而不是说我自己单独在里边跑 那样就很惨 就比较惨 比较苦 这样我揪着你一起跑的话 我就等于借力 有旗下 中间有各种先手 是这个意思 那没走 有可能被直接就一路推过去了 那单狸在这儿是试对方的应手吗 就这些白棋是不能挡的 对 你要挡的话呢 它便宜了 就是它可能中间这种地方什么 飘一个 就它这棋将来 如果说它不立 它担心有可能会被白棋搬毡 对 搬毡的话 你得搬 然后呢 它再搬 连搬 对 然后你吃出来 然后呢 它打 就是说它 担心这里有很多借用 它力道的话 可能就是你这个地方 最多将来就立我一下 是 这边一旦有很多先手的话 中间这个子 就危险 有危险 是 所以就立一个 有它的道理 对 立一个 那立的时候 白棋把这个就护上 护上 然后点一下 点一下就中间开洗 就是 对 中间开始洗中腹 这个也还是 其实还是一个 它俩双方都喜欢的局面 就是同老 我全是地 然后我一洗 先捞后洗 先捞后洗 然后顾紫豪就全下后 然后杀你 开杀 开杀 因为它不杀也不行 因为它没有实地 现在说实话 现在说实话 如果不杀 黑棋实地还挺多的 这里14 24 34 这个50 这个58 就是黑的有60多亩 白棋刚才 虽然刚才你围过来100亩 但现在 它一进来 你就什么都没有 它说你什么都没有 你说你能围出60亩吗 其实也不好说 对吧 所以说 现在不杀 恐怕也不见得好弄 对于白棋的这一方来说 我觉得 就是 更难掌握 就供到什么程度 或吃到什么程度 万一没供好 没吃好 就一下子 这空就不够了 对 其实黑棋这样的一个下法 我觉得同老 还挺拼的 就是说 他可能他也知道 顾子桃最近状态的确是好到不行 那么我这样跟你一拼 咱们就在这 搏一下 对吧 我活了就赢了 死了就输了 死了就输了 输了 但是你现在状态好 我输了的话 肯定概率本来也大一点 这样我给你拼一拼 这样是55分 对 也是一种战术吧 我觉得 走的时候先断 白棋断一下 刚才有说断没有什么太多用 黑的可以打到挡住 他断的一图就是说 我中间继续加强 我又厚了 这里你就一个牵手都没有了 那就打了一下 打一下 那这都走掉 黑棋这里也必须得硬 就是说如果说你说 我把这个跑了 你不说你活了 那你跑了这边一例 就白棋一下多数35 你就算跑了也不行 都走完之后就震住 震头 震住 可以的跳 可以往下跑 这个企业其实就算 计算力强入孤子豪 它也看不清楚 你说能看清把这杀了 也很难 感觉阿尔法狗重视 那个感觉还有可能 感觉 这个企业正常 人类肯定是做不到的 是 双方其实都没什么把握 没什么把握 实际上等于它靠这个 就是说 顾子豪认为呢 我靠 如果说你拖签 你补活 那么我搬下来 就是你刚才60亩 那么我一搬 你大概50多 这样的话 我通过这个后视 唯一未控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继续收控 继续收控 对 它也对这个直接杀 开杀也没什么把握 黑旗是斑 白旗是断 通过这个靠段呢 继续加强 就是它一旦这里 这个口也封住了 那么它真的将来 哪一天 杀你的时候 就是考验一下黑旗 对 如果你要是退让呢 我就跟你受控 对 如果你要是这个地方 给我硬碰硬的话 白旗获得一些先手 对 对吧 就这个地方 就可以考虑开杀 对 打吃 然后往下 另一个 就这种靠段 就是有的时候 就叫问应适应手 就问你 你是要面子 你还是要钱 考验一下 考验你一下 实战呢 实战是要啥了呢 这算还是要面子 要面子 没有继续要钱 要面子 这个其实还是 打吃老虎 那同老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现在 我让给你点实地呢 我照顾一下中间 这样的话 我还是可以收 他判断了一下 还是可以收 嗯 白旗是 下一步是直接靠 靠在这 靠在这 就是靠在这的话 他的意图应该是吃一半了 就是他认为 把这上面这个 给他吃了 你在底下活 然后呢 我再把这拐回来 给你收控 因为他要全杀的话 他肯定从底下来了 对不起 然后他靠在这 应该是吃一半的 一个想法 白旗 黑旗是斑 嗯 连斑 这种只要靠了 肯定是连斑 对 是退 小尖 哦 这个小尖 很明显 只有一个出口 但是 这黑旗吃这个字 不服 给你这个口 不是给你这个口 你不要想太美了 冲的时候挡住 对 我 对 我只是给你这个 你只是吃一只假眼 假眼 你不要想太多了 你想从这里出来 那不可能 那这黑旗也不能这么走 其实其实黑的 我怎么感觉 这种靠的时候 单靠 这种旗有没有 我是觉得 单靠 这种搬完以后 因为白的一尖 这个地方就没什么利用了 其实说白了 那么你走在这上面 你也没有眼 是吧 你像这种靠 你将来保留这种搬 这种各种同楼的手段 如果它在这搬 你知道搬得怎么打 就有没有可能借用 实战的话 因为它这一搬 基本上就是一个一本道的 白旗肯定有点搬 这个长 然后白旗必然小见 下一步去走到了这个靠 下一步 但是走到这会不会 来不及了一点 不是来不及 就是慢了 有没有感觉慢了呢 就是说本来 它有这种各种的借用 你要走中了 有可能是不是这些 都不见得是先手 你把这些全送死的话 这些如果先不交换的话 这个子被吃了也不心疼 对 将来还有各种外面的手段 借用也好 这个出来也好 但这样送完之后 这死了就太大了 太大了 对 这白旗可能底下 就不跟你过多纠缠 是 实战是冲 然后黑旗是 搬一下 再挡住 挡住 这里边是啥情况 打吃 这个不粘了 打这个 这个旗呀 就是说是什么呀 黑旗现在 属于一个什么 跟白旗贴身肉搏 贴身肉搏是什么情况 孤子豪最喜欢的 但如果说你做火 你就单纯的做火 你灵活一下 应该是碧齐锋芒 那种下方 你这种地方 这古老师太喜欢了 这气 强项 他看的比电脑 可能都清楚 这种地方 实际上打这个 打下面 提 然后打一下 这等于就啥也没走着了 这上面就都死了 这个气 这都损进去了 粘住 没有 走的是这 飞 完了 不依不饶 不是 我看到这部气 我知道完了 完了 谁完了 黑旗完了 同老完了 这是要整体吃的意思吗 对 他说你死了 这部气看到 就是我估计就死了 就是没有任何变化的死了 就这部气 其实白旗也没有给自己留后路了 对吧 一定要杀 对 就杀不掉 黑旗往上跑 这白旗也没有了 空 如果现在这些 我下这个 那还不好说 关键是人家 同梦 这个 孤子豪下这个 他看清楚了 是吧 已经 已经看清楚了 这个旗正常来说 黑旗不打车 可能虎一个 我估计能活 要活了 估计白的一冲 这样活 估计不太够 中间白的还是很大 嗯 同梦成肯定也是 同梦先拼一下 嗯 这部气一出 完了 完了 这这部气下到这 我就感觉 给我这种感觉是什么 就是 那时候看那个谁 倚天涂隆记 对 是吧 倚天一出 就完了 完了 这个时候 沾完了之后 就挡 然后白旗就小尖 尖出来 然后小尖 对 对 他的这个 下旗的这个语言就是 你可以从这连上 嗯 但是你全部都 死掉了 这和旗是 这边拱一下 拱是先手 嗯 飞 飞也是先手 那不是一个 急死 急到狐死了 飞 飞 冰一个 一踢 就接住 就淡淡的给你接住 什么都硬住 你就死掉了 这是太猛 这顶了一下 这顶一下什么意思啊 这顶一下不是肯定亏了吗 这顶一下对自己眼位 没有任何帮助 这顶一下不是 少了 少了一个斑 对 知道还撞了一起 可能打个僵 也有可能 现在读秒了 现在 也有可能吧 嗯 这个顾子豪旗下的是 非常的快的 顾老师 这是靠 先反打 反打肯定提了 嗯 然后捡出来 捡 上到这儿啊 我感觉我应该也能杀了 也能杀了 我感觉我也能杀了 那这黑棋是相当危险 是吧 这就没法跑了 对 确实 因为主要王老师 特别谦虚 如果王老师很自信地说 这些我肯定没问题 嗯 这个棋应该我也能杀了 嗯 因为黑的现在贴出来 主要实在是 这里 这里 这里可能有一只后手眼 黑棋 嗯 应该是只有一只后手眼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是健合的 对 没有眼 然后这里没有眼 这只有一只后手眼 嗯 那就是说白棋 其实他只要他就随便 他把你放出来也没关系 就是这里实在是太厚了 白棋 嗯 这样联络的话 这离家还是太远 是 嗯 挤了一个 挤 挤一个好像不是先手 挤好像白棋可以撑在这儿 撑 跳没有用 你断我可以挡在这儿 哦 那这里多只眼 但没有用啊 没有用 你多半只眼没用啊 这底下 你这半只这半只 你不是只能做一只眼吗 啊 这没用啊 是 啊 这场在这儿好像这个棋要阵亡了 就是这边跳也跳不出去 跳就冲 因为这个段没用啊 都跟着你硬 对 那跳不出去那不是没路了吗 没有路了 挡这个 打了一下 嗯 打了一下 打了一下 没了 死了 啊 结束了 嗯 结束了 结束了 死了 这里眼位不够 屠龙 中盘屠龙 这这因为力先手的话没有用啊 这其实是一个什么 其用的 刀霸五啊 这琴 这 啊 是 啊 没用了 这把人出不去 这因为这个段可以挡在这儿 这上面都是假眼 嗯 现在这个结束了 哦 这太惨了 只能说 孤子豪的这个战斗力确实名不虚传 这太强 太强了 嗯 这个杀力太强 其实当初 当初我说 他从这上面靠的时候啊 嗯 他不是想全杀 真不是想全杀 就靠在这里的时候 对 其实从这步就能看出来 对 其实 已经给自己留了退路了 对 收收空的退路 大家可能以前说什么 十哥 嗯 厂军一条龙 是 力量巨大 对 每天都在杀龙 以杀龙为快 其实不是 你像他这个靠断 孤子豪 他如果说我直接能杀 我干嘛还给你这留个头啊 他不是 他本来是准备想收空的 他这先便宜两下之后 再靠这个 然后先手断开这上面 嗯 然后再收空 本来其实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意图 嗯 因为这样的话 对他来说更稳一点啊 对 杀旗总是有风险 对他直接去杀 其实他也看不清楚 是 他只是他能看清楚的是 他认为我只要吃一半 先手定型 这样我是局势还在我的掌握之中 嗯 但是那么实在同梦城之里呢 同老肯定是没有处理好 嗯 那么没有处理好的原因也是因为可能 他对于形势来说 他觉得有点紧张 他如果他想撑的再满一点 再满一点 如果说他想做活 我认为以他的能力肯定做活不成问题 就在底下活出一块 嗯 就当白鞋上铐的时候 对 把这上面两个弃掉啊 但当时他的判断是活了之后 可能形势也不太够 对 所以说呢 他就想 这先搬了打肠一下 留着这个 吃的这个 等于先 如果他活了 将来他不是冲断 先手吃吗 嗯 然后再再活的话 嗯 那么他就还可以了 是 实战下的也特别的拼 特别的满 对 但结局也很惨烈 就是 你跟姑子豪拼这么满 就是 就是有这种危险 是 又被他全部给你 是 中盘铜锣 对 因为我看到这不点的时候呢 我我感觉基本上 这个黑棋是凉凉了 因为点到这的话 姑子豪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 嗯 说实话 就是这个时候已经把后续的计算 都算清楚了 看完了 如果说没算清楚 这也是很有风险的一步棋 对对 那黑棋往上跑 关键是 有的人他算完了 同样有的人也算完了 就比如说我要算完了 可能 我可能算错了 没有 刚才姑子豪 太谦虚了 关键姑子豪他一算完 他是不会算错的 这是很可怕的 那就是说你肯定 已经很十足的把握 才会动手杀 对对对对 那这盘棋呢 也是 这里是最后一首棋 对这一棋的话 他确实也为是不够的 中盘获胜 中盘获胜 中盘屠龙胜 对 反正 童老反正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棋 但最后还是差一点 我确实是姑子豪状态神勇 对状态神勇 非常好 那我们也祝贺姑子豪 进入半决赛 是 进入到半决赛 另外一场对局 我们现在目前不知道结果 我们观众朋友可以在网上关注一下 对盘棋的结果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请大家关注明天的半决赛 好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